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小缝 有针刀 因为经常看着手啊 这个它可以很敏感的 哪有粘连 有粘连的地方呢就疼 我针就扎到这地方它就开开了 它就好了 梁维军介绍说呢 这个针刀疗法是一项新的技术 到如今也不过就是三十多年的历史 兼具中西医的优势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针刀治疗呢 相当于是微型外科手术 刀口啊不到一毫米 一次手术通常两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 曾任毕鲁第一副总统的路易斯詹彼德里 他多年的宽关节完级 就是梁维军用真刀疗法治疑的 很快呢 这种便捷的疗法就在当地传开了 我们来听一听梁维比鲁患者是怎么说的 现在我看到这个是更好的 是更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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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年过去的 因为 这一年过去过多年 我发现了疯独的疾病 在背后 我发现了一步 是什么时候 我发现了学习 我发现了很多疾病 我发现了很多疾病 在座瘍子 在座瘍子 我发现了 我的父母们说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很好的 现在的意境 在80年代 梁维军说 就玻利维亚驻华大使的邀请到南美从事中医针灸治疗 1990年应玻利维亚警察司令部的邀请 梁维军担任警察医院的针灸医师 专门为警察及家属治病 1998年梁维军被玻利维亚警察总司令授予身世勋章 这是当地警界的最高荣誉勋章 2005年他从玻利维亚到秘鲁交流讲学 此后就定居在了秘鲁 随着这个名气越来越大 除了秘鲁当地的病人 还常常有南美其他国家的病人是勿名前来 如今都已经年过七旬的梁医生夫妇俩 每天依然还在诊所里忙碌着 最大的优势 疗效快 痛苦 痛苦治疗的快 高兴 完了给你传播 他要带病人 不断的带新的病人